變成我們一開始做的就是重新檢視我們社會對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實際的做法和態度 我們重新就好像剛才說的一個環環相構 檢視了業主造客的政策 新移民政策 勞工政策 女性 公屋分配政策 建公屋 居屋政策等等 如果我們朝著這個方向走的話 我們可以希望見到一個新的社會道德標準 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從我們剛才五講的 我們自己打自己的所謂叫分化性差異 走向一個所謂創造性的差異 這樣我們住在一起共同分享 這件事才是叫做社會禍孩 在這裏就終結了 我想很感謝楊大帝 平身而出 又感謝很多衛兒 很多義工 為了我們這個七百萬人 開始創造這個禍孩社會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鄧老師 我猜其實幾位講者 都將他們的講法都說得非常清楚 我也不會再多口水去補充他們說的話 不過我想總結一件事很感感到很深的 因為這幾天 我的職責 就是我在義工團隊裏面的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負責上網去看著周圍的人怎麼說他 周圍的人怎麼說他 都是說到令我很心痛 當然有時候那些人在網上說話 就是不用負責的 亂說的 又說人家是蝗蟲 又說人家是寄生蟲 但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感慨就是 為什麼你們經常去問一些無權無勢 沒有錢又沒有面子的人 問到底哪些人拿多了東西 為什麼你不問這些無權無勢的人 哪個人拿少了東西 哪個人拿的東西是夠不夠的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不去問 那幾位有錢人在香港那幾位地產商 為什麼沒有人去問他們是不是拿多了東西 就是當你不斷罵一個無權無勢 亦都沒有能力去反撥你的人 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去罵那個 令到你一生都在那為功勞而辛苦的 還要繼續拿多些的人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是這樣 這個真的令到我覺得很心寒 那我一點點總結了這個環節就是 我記得在睡街第二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晚會 那天很多人來 那楊元柳就忽然爆了一句話出來 就說 如果再不出聲呢 就會在沉默中死亡了 這樣 然後其實我的心就是被他推了一下 因為這句話從哪裡來的呢 記念劉和珍軍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有一個中國的文藥學家叫魯迅 就是五四時代的人 那時候有一班學生也是為了爭取公義 走上街 誰知道被一些軍閥政府開槍打死了 其中有一個叫劉和珍的女生 那這個劉和珍死的時候 就有人叫魯迅你寫些東西 那魯迅就說 哎呀怎麼寫啊 現在那個心很痛 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感覺都是好似的 因為當時呢 這個女生 就是一班學生死了之後呢 還有些人在製造言論 說他們是暴徒啦 又說他們被人利用啦 就是在那裏抹黑那班死了的人 那其實呢 我聽說真的 就是那句說話呢 就是來自那篇文章 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 其實那個情況也是好似的 現在就是聽到很多人 還在製造一些留言來中傷他 都已經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了 還在那裏中傷他 還要踩多兩腳 然後還有些媒體呢 都不知道是不是合起來 又會這麼巧的 就是合起來這樣呢 就去利用他傷情症的身份 去隱瞞了試驗局 其實根本就 連香港人都不給公屋他 那這個是什麼世界來的 所以呢 我就很感慨 就是聽到 有說 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死亡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很記得這句說話 那我想以下的時間呢 其實因為很多朋友今天來呢 都不是想到就是聽的 也對